随着母亲节脚步逼近 中和副经理晚间举办了这座康乃馨的活动 现场热闹滚滚 里面们不分男女老幼齐聚一堂 里长有敏玉表示 平时透过资源回收筹措经费 加上志工与才艺老师的帮忙 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 所以敏玉老师他提供我 不送我的私自会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就是 敏玉我自己筹备这样子 就是说大家妈妈们快乐 然后我又邀请他一位 志障协会那个刘老师 他很愿意协助我 就是说他有看到新闻报导 说副经理由敏玉里长 很喜欢做公益这件事情 所以我很感谢 志障协会的那个刘老师 我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想说敏玉已经尽力了 想把这个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就是对我们里面的乡亲啊 长辈们就是一混心这样子 副经理里长游敏玉 以及议员陈锦定 共同切下母亲节蛋糕 慰劳辛苦的母亲 现场还邀请市长首风琴老师 透过演奏温馨歌曲 为活动增添欢乐 因为今天是庆祝母亲节的插花 插母亲节的花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 都是满幸福的母亲 也要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谢谢 当然小孩动手DIY 亲子互动乐乐 各个神情专注 说应用巧手还要动动脑 体会母亲为家庭付出的心思 认真思考完成作品 议员柔辉荣也到场给予母亲祝福 长辈们充满快乐与欢笑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那各位母亲们辛苦了 那因为有你们才有我们 那我相信所有的母亲的辛苦 都会到最后都会得到一些收获跟结果 怡叔叔的康乃馨代表着对母亲的感谢 现场发送花束 也让李明文感受佳节气氛 也表示对妈妈们的祝福 中家新闻杨朝丽小峰 终合报道